牙娜一定开始了 不敢这样人家 另一位不同世代的奋斗方式 带您看在台南的佐镇 有一个小小的古早味早餐店 却有着全国的知名度 这位阿嬷 她清早准备 挖柜肉粽等等的古早味口味 让她一开门 大概几个小时之内 就全部卖光 甚至因为阿嬷太辛苦 现在只有卖周末 但是这位阿嬷仍然从 自己种粽叶包粽子 到烧财取火的这种 古早做法来做起 因为这就是她的生活日常 台南佐镇有个小滩 生意只做六日上午 却远近驰名 天刚亮就有人上门 有几粒 两粒 阿嬷阿嬷会亲戚的问你 想吃粽子挖柜 还是隔壁三女儿 回乡创业做的鹅杯 也可以来晚 之前因疫情无法内用 她两个多月 没提供的味噌汤 上星期我们开始煮而已 你不煮的时候 有人说我才会没有汤 你说我才会没有汤 他说我才会没有汤 他说我才会没有汤 他说我就是要吃你的汤 只要这句话 就能让做了四十年的阿嬷 简秀娥 有动力再继续拼 这些人会烧 会烧 甘烟好疼 有点买钱好疼 所以是这么说 但跟着她从准备到摆摊 你真会佩服这七十多岁的长辈 像陀螺般忙得团团转时 脑筋还清楚得很 哪些碗柜粽子要蒸 哪些又是客户预定的 要留好不能搞混 对她来说 彼此间的信赖和情谊 其实比赚钱更重要 咦 这有八块了 这八块了 所以再忙也会细心检查 避免出错占的便宜 就是这样的用心 让不少居民成了老主顾 甚至愿意不拿酬劳来当助手 还有更多客人来自市区或外县市 他们喜欢阿嬷的亲切和古早味 也喜欢阴阴时节推出的限量米食 像是左镇平铺族 中秋祭典会用上的马蜀 我们就要吃了我就把它蒸 是整年养地都有吗 没有 没有 这个八月麻麻 直接那边做的 我八月份后开始做 做到要我等着 我才停下来 都这么忙了 为何还要多做 女儿谢问黄三年前 因缴伤辞去幼教工作 回左镇跟着母亲生活 才慢慢理解她一路走来 多不简单 所有的努力 都是希望能撑住自己和一个家 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七天每天都忙 她唯一休息的时间 或许就只有礼拜天的晚上 她连下午都在忙 因为她真的太厉害了 一个人比三四个人用 我完全没办法 其实简秀儿那超人般的耐力 是苦过来练就的 她从小就兼差打工补贴家用 还帮爸爸卖猪肉 原以为嫁人后能过上好日子 不料担任乡牙师的丈夫 有次在工作中 意外伤了眼睛 我老板他面前就丢了 丢了一丢了一丢了一丢了 一丢了一丢了一丢了 他的国标大致 就说知道我没有亲爱的 做家人没有亲爱的 他来说不然 我们再来亲爱的 我们来做会儿情 丈夫需休养 五个孩子要顾 扛起家计的他没多想便接受提议 但关麦一向够吗 他想到妈妈曾教他包粽子 也许能派上用场 而为了有够多安全无毒的种叶可用他自己种月桃树 每周要包多少采多少确保新鲜 只是天气月热动作就得加快 因为他有个坚持 那是要赶在露水蒸发前 把柔嫩的叶片一捆一捆整理好 叶片平整包出来的粽子才漂亮 阿尔阿妈笑说可别忽略这些小细节 当初他急着合伙创业 也许就是太大意 起步才不太顺利 没吃啊 人家分工合作 一定要他一个人做一部分 这样外道做不太快 等到他100张的时候 等到大家来拍 那时候做会儿帮 他在插料 我感觉他的材料有点少许有点点 没有SOP 不只调味肠湿准 要做调和水米比例的果汁品时 问题更大 一块米 炊起来有五块减贵 要一层就这样 直接买买后再买两天 蒸出来的米食 有时太硬 有时太软烂 两人合作一段时间后 解秀儿还是决定 自己出来做做看 他重新调整炒料调味等每个环节的比例 而且尽量遵循古法 完成 那真不简单 又洗掉了 有吗 有啊 又洗了 嗯 又洗了 好麻烦哦 你看不然有加酥煮的 加酥比较贵 加酥煮的东西 如果不一樣呢 像他很坚持一定要木材烧 我说为什么不要用瓦斯 这种他有他的坚持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不能改一下吗 这样会比较轻松啊 他不愿意 他说这个叫做古早味 改了就不是古早味 他得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 一个人去完成所有事情 阿姨你这样腰会不会痠啊 我腰会痠痠痠 会痠痠痠痠 已经厕完了 不是厕完而已 会痠痠 但他却没被日复一日的辛劳压垮 也不怕独立创业时面对的压力 大概有四五个 都是从事像妈妈这样子行业的人 他们都有基本的客户群 那我妈妈她算是新手 你知道吗 新手要抢人家的客户 是多么的艰难 他反而拿出早年打工拼搏的任性 想办法找身边朋友试吃 一次次针对缺点做改良 用料实在的米食 咸香入味又实惠 慢慢地有人吃出了他的进步和用心 生意才终于不上轨道 必须找人手了 他想到了村子里的妇女和长辈们 如果能一起来工作赚点零用钱 还能彼此交流是美式一桩 只是要跟上阿娥的脚步可不轻松的 除了周一上午彩月桃叶之外 每天该做哪些事都在规划中不能耽误 做得不够仔细也会马上被纠正 其实大伙并不计较 他们都知道阿娥这么投入 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是我们不太敢当着大家的面问起的 只有等他一个人出来 挑些卤好的肉块回去包粽子时 才鼓起勇气问起二女儿的事 现在蒙不得快 以前蒙就蒙不少你看 98年了 98年走掉的是99 就记得了 十多年前离开的女儿从小乖巧懂事 长大后当老师却在三十出头时 有一回连日高烧引发肺炎送医 进一步检查却发现了癌细胞 那医生在跟我说 对左人在跟我说 我听一个我把我拿下来 拿下来说 后边又是那个 玻璃的 不是那个玻璃 我要倒下来 医生要紧给我扭的 她说我女儿是癌症 三级娃 那是肺腺癌 为了医治女儿 她放下工作陪伴治疗 前后八个多月 还是挽不回孩子的健康和生命 好一段时间 她过得忘了时间 简秀儿告诉自己 必须想办法走出忧伤 于是她打起精神 回到厨房 试着用工作填满生活 就这样整整六年 才渐渐甩开阴霾 想通了人生 我们大家跟她说一句话 用心備料 好好感受生活 和周遭的人情趣味 你來做碗粿嗎 我來做啊 我自己的碗就碗粿了 我剛才的事不是不擔心的 會很擔心 不少人擔心到說 都不會睡覺還是怎樣 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 現在的她已經走過低潮 找回重心和自己 只是還有個小困擾 我這次那天又去那天 五個那天 又去那天 我都不想 不想要 找一台車要出去 人家不可以幫我插 我一定要自己拜 拜我的主席 出去擠車 我怕就說要開桌了 結果到一頓也不去 女兒們都勸她 關節肅脊 不能再拖了 年底就手術吧 我們等一會兒說 沒有 媽 要停一年 我想我跟三女兒說 我想我是不可能停一年 我這個個性 要停到四個月就很難了 這個常自嘲愛賺錢的阿嬤 放不下的原因 其實不是錢 是人 不敢讓人家 是人情的溫暖讓她熬過風雨 找到成就感 所以即使只是個小生意 她都堅持珍惜 有一次在田裡的時候 她就問了我一句話 quieres說 這件事在我們心中就是我想把它做好